夫妻倆在淡水知名排骨店 为了带位问题对着店员大骂 夫妻倆和店员将持许久 男子讲到机动处竟然动手推店员 他推我了 23号下午4点左右 男子先进来黑店排骨饭找座位 服务生带他就定位后 发现另一区已经打扫完毕 希望客人能更舒适用餐 服务生询问男子是否愿意换位子 却引来一顿讨骂 可能当下的时候 我们在做清洁的区域 已经完成了 基于这样的考量 所以想说再请客人 移到另外一个地方 能够做比较长时间的用餐 夫妻倆在店里大闹 已经不是第一次 过去这对夫妻变成米饭不熟 对着店员咆哮 这次因为带位问题大骂服务生 店长还是以客为重 耐心对夫妻倆赔不适 但民众有钱就是大爷的心态 实在让许多人都难接受 记者叶维林 吴姿怡新北报道